来自马来西亚新山万福佛学会的信众代表 日前来到新山静思堂进行参访交流 借由慈祭志工的导览 深入了解慈祭的四大八法 以及创办人正言法师的生平故事 同时也学习静思堂硬体建筑的空间规划 以及文文精神 以作为万福佛学会日后兴建新道成的参考之一 欢迎 欢迎 敞开大门 慈祭志工热情迎接贵宾们的到来 因为他们有要新建他们的会所 他们就想说来参考不同的道场 看怎样去做一个规划 作为他们的新的建筑物的一个规划 如何把空间用得更理想 那么他们就想到来看看实际的 学习 看我们怎样规划我们的一些空间 然后包括收纳还有厨房 怎样去安排得很好 从户外走廊的石柱到建筑物内的各个空间 再亲身体验慈祭的正在法宝静思佛会床 静思堂内一景一物背后的故事 无不论来宾们听出耳游 从很小的细节都看到你们此几年都非常的细心 然后我们一走进大门唱的翻松 可是好像回到家一样那种感觉 心里真的是感觉到就很像一家人 虽然是我们都不曾认识 但是一进到这个大门就很冷心 然后过后就看到你们的摆设 然后都是紧紧有条的 然后我们重点是要来学习 看一下怎么规划 以后都要怎么去搜查 我是负责善师祖的 所以我就会看一下厨房里面 虽然是很简单 但是里面的东西都是摆得很整齐 然后一目了然这样子 然后很干净 然后从很小的空间里面都很会珍惜 参访完毕 天然简朴的定思书实验 同样给客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实际的经验 真的是我们可以校学蛮多的 因为我们目前就是人数也不多 然后要怎么样的去节俭人数 应用的材料 怎么样的能够环保等等 实际就是在环保这一块 尤其是世界文明 对于环保的部分我们没有做很多 但是我们会从教育理念 然后去慢慢的拓展出去 包括怎么样的对整个社会 大众都能够帮助到 我觉得说互相学习 然后把这个大家想要利益众生的心 能够发扬光大 尤其在马来西亚 我觉得很需要这一块 领过节缘品 了解慈祭主统岁月 利米成罗 滴水成河的助人精神 万福佛食会代表们 在慈祭志工的祝福下 带着满满的收获离开禁思堂 大爱新闻 曾沙美志工 马来西亚先生报道